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Special,我是Sunny 今集的節目都出得很急 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舉行的就是香港電腦通訊節2011 有一個就是腦腸的通訊電腦節 在腦腸舉辦 兩個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大家比較認識得久的就是 香港電腦商會去搞的電腦通訊節2011 由即日起到22日 22日就收6點 還有一天是21日 其實是我們出街的今天 21日會是晚上的時間 那今年其實都有多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之前都做過一個特輯 都大概講過一些歷史 還有推介一些心機給大家 也都實質地是給大家試聽過實際上那個效果是如何 今集也都會更加深入的 因為我們收到一些最新和更加準確的資料 可以跟大家更新現在香港數碼聲音廣播的進程是如何的 其實今年的電腦通訊節 除了大家平時可以買到一些便宜貨 或者可以買到一些軟件 或者今年我見到的情況就是 也都多了很多的一些網上的服務 或者軟件的服務 都有放在這裡展覽的 非常之厲害 另外就是也都有一些網上的應用 或者Apps的開發公司都希望可以在這裡尋求相機 或者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這些服務 今年的主題更加不乏就是這個數碼聲音廣播 因為四個數碼廣播營運商或者營運機構 它們分別會是由現在開始 八月開始這個月開始 去到十二月都會有一連串的啟播 或者是這個發射站的一些興建 使到這個數碼廣播是可以更加普及 或者是令到更加多人去認識 更加多人可以收聽到這個高質素 亦都可以有一些更加提供更加多的附加資訊 給聽眾去收聽 以及知道更加多的資訊 還有就是有更加多的台 更加不同類型的台 都可以給不同類型的觀眾去選擇去收聽 所以來講今年的電腦通訊節 都有一個專區給了數碼聲音廣播 就是在這個會展的展覽廳1A的入口 進去就有一個E01的很大型的攤位 就放了四間的營辦機構的介紹的booth 政府方面介紹的booth 以及一系列的數碼聲音廣播 收音機 以及接收器的生產商 都會放完他們的產品 show off出來 給大家去買 以及去認識這件事 我想最積極的就是香港數碼聲音廣播 他們因為在8月15號和8月19號分別開播了 已經開播了兩個台 包括就是05台大戲台和06台大歌台 大歌台先開 大戲台就開後 請了很多名DJ回來 去盡屬心中情 甚至乎是跟大家回憶這個金曲年代 又或者是聽一些比較新的歌曲 這兩個台主要是這樣 而05台這個大戲台更加是專播 一些生活品味的節目 文化的節目 以及各地的戲曲 他們另外就會在9月份 9月11號就會開這個大錢台 會主供這個財經新聞 股市分析、消費和生活資訊的一個節目頻道 就是02台 另外10月份會開多兩個台 一個叫大曬台和大同台 分別是04和07 大曬台就會有一些潮流、生活、品味、消費的資訊節目 而大同台就真的 什麼語言都會有的廣播 希望可以照顧到不同的小數族裔的需要 另外11月沒有11台 也有11台 不過11台是給了另一間公司 11月份就會開一個叫大家台 會主供家庭主婦、母親和年輕女性 甚至提供親子娛樂和健康的資訊 希望照顧到不同人的需要 和他們的健康、文化收養、生活資訊的一個頻道 另一台 這個就是重點頻道 就是在12月開播的大聲台 大班助陣 梁思浩、梁繼章那些都會助陣在早上的時份 為民請名、為民發聲 和大家講一些時事新聞 和大家有些talkshow和封煙的節目 香港數碼聲音廣播真的包羅漫有很多元化 照顧不同類型的人士 甚至乎喜歡聽不同類型節目的朋友 都真的值得留意這個電台 他們都有一個很大的booth 有不同的 現在已經加入了 在香港數碼廣播公司 DBC裡面的陣容的一班主持的形象 的poster 非常英俊 也有showgirl 去即場幫市民買了收音機之後 立即調頻 立即幫他們設定 教他們設定的收音機 因為他們也有個booth 去買他們 買他們 不是買 買他們自家製的收音機 其實他們也跟一些廠商合作 再扔回他們的名字 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希望可以令更多市民受惠 可以聽到這個數碼聲音廣播 例如較早前的Ocean Digital Shop 都有合作 另外也跟另外一間的生產商 生產另外一款的收音機 他們就以240元的價錢 賣給現場觀眾 記住 現場拿回一張優惠券 才可以做到240元 否則要用290元才買到這一部的收音機 有兩款 一款是較早前介紹過Ocean Digital Shop的款 我們也買了回來 今集沒有贊助 但我們也買了回來 跟大家試一下聲音質素 以及裡面的功能是如何 另外也有一部 由另一間公司製作的收音機 另外他們也有兩個時段 是可以給大家用1元 這個真是抵價 1元就可以買到數碼聲音廣播的收音機 是一樣款的 亦都是一樣可以給大家選顏色 選不同的款式 去購買回來收聽的 這個1元的安排如何呢 分兩輪的 一輪就是早上10點 大家要早過10點來 就去場外排隊 就會有工作人員派發這個醜 然後市民就可以10點去到DBC的 售賣收音機的攤位 就可以去買 用1元買到這個數碼聲音廣播收音機 而下午還有一個時段 就是3點鐘 3點鐘這個時段 過往幾天都可能出現了一些混亂的情況 所以他們有一個新的安排 如果你想在3點買到1元的DBC數碼聲音廣播收音機 分別由Ocean Digital Shop 以及另外一間公司去生產的DBC數碼聲音廣播收音機 就要在10點開始 10點開始 去到這個DBC的攤位那裡拿票 拿醜 拿完醜之後 就3點回到這個DBC 售賣數碼聲音廣播收音機的攤位 就可以用1元這個優惠價 超便宜的 買到這部收音機了 那其實這部收音機 是不是真的這麼便宜呢 我們就即場為大家試了 對了 我已經拿上來了 也都大家在圖片看到那一部了 那 即場拆啊 多厚勤 有幾種顏色的 不過我覺得Ocean Digital Shop出的那些 都是比較鮮艷一點 那它唯一沒有這麼鮮艷的就是白色襯黑色 那現在已經在我手上了 也都大家在圖片那裡看到了 那另外就是 他們也都出了一隻 和另一間公司出了一隻 那就是 比較多顏色的選擇 也都 顏色沒有那麼鮮艷 那那個樣子呢 就是 前面是喇叭啦 那上面呢 就有一個 顯示屏 顯示 節目資訊 跟我們這部一樣 不過那個 排陣有點不同 那它有一個很大型的喇叭 那一會兒你會聽到很大聲的聲音 很紅亮的 就算它真的 我覺得這個喇叭其實比較低階一點的 那但是呢 聲音都不差的 尤其是聽數碼聲音廣播 真是一絕 那 不過那個顯示屏就在上面 而且那個控制也是比較簡約的 那在上頭就有個顯示屏 跟著旁邊就有個扭掣 和其實是開關掣 那還有個Menu掣 跟著在右側就有 可以插這個濕電 就是可以插火牛 和插耳筒去聽 那這個就教Volume 沒有啦 沒有其他按鍵 右邊沒有的 那左邊 即喇叭左邊 是沒有任何按鍵的 喇叭右邊 都是只有Volume按鍵 和剛才所說的插孔 那在底部可以入電 那另外就是有個火牛送 可以插個火牛 那當然有條天線 那 而且這部收音機 就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就這樣聽收音機 它可以有鬧鐘 好厲害 而且會自動調整時間 你不需要再煩它 能不能調整時間 那還有一件我覺得比較好的 就是 我們之前所試過 在Ocean Digital Shop 試過的機 大部分都暫時 還未顯示到這個 中文 因為始終 整件事都是外購回來 可能未本地化 但是這件事呢 我們240元買回來的這部收音機 已經本地化了 中文是支援的 所以來講 將來如果看到一些 DJ去推介 或者主持去推介 一些節目資訊 用到中文的 這部是一定看得到 而且是有中文的 所以 這部也很適合 即是很清... 即是...我現在打開它 這個螢幕很清晰 很漂亮 藍色底 而且是很... 是很清晰 字很光 看得是很舒服的 那也是很... 可以知道不同的資訊 例如時間、日期 那這些全部已經自動設定了 因為你一收到這些數碼聲音廣播的台 它就會收到那個時間的訊號 那它就會即時 是調整的時間 你不用花時間去按 這顆按鈕 就是設定日子 這顆按鈕就加加減減 不需要 已經是不需要繁複 所以這部收音機 是直接是可以買 買給你的家人 或者是比較年長的朋友 他們都很容易就可以使用到 好,我們呢 就...其實已經調好台了 七個台 現在暫時可以收到七個台 而正式啟播的就是DBC的兩個台 就是這個第五和第六台 0506 那其餘那些台什麼時候廣播呢 我們一會兒會交代給大家聽的 那現在暫時收到七個台 那我們又聽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聽到的就是大歌台 我們開給大家聽一下 它雖然只有一個喇叭 但是其實數碼聲音廣播呢 可以出到5.1的訊號的 如果你有一個很良好的一個音響系統呢 你絕對可以玩 還回立體聲的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好啦,我們開大聲一點給大家聽一下 240元 或者你可以在指定時間 拿票 用1元去買的聲音機的聲音質素是如何 我們現在聽的是DBC的06台 Melody台 即是這個 SOME的大歌台 我們一齊聽聽 再播一點點給你聽 不過在這裡 我們節目就快接近尾聲 還有10分鐘的時候 我奸唱了一首我自己很喜歡的 一首歌曲 而在這首歌裡面 我想你會聽到這一把 較為沙啞的聲音 三個小時 實在過得真的很快 希望這把沙啞的聲音 將這些好歌 都會再接受給你 我們測試的時間呢 是 呃 星期六晚的 11點 51分 那就應該是播著 音樂節目的 那就有DJ打歌 我們剛才可以聽到主持人的聲音 非常之沉實 雖然聽下去 高音和中音上面 可能會比較是 入了 好像困在一個盒子 裡面這樣 就比較含糊少少 但聽起來依然很清脆和洪亮 也很眼光 正在測試地點 是沙田的室內 提醒大家 其實不是每個區都收到 如果比較邊緣的地區 即是北區 廣東南區 或是大嶼山地區的朋友 就可能要再等多一點時間才可以收到 都非常好 大家聽到的質素 我們現在這個錄音機是全台來說最好的錄音機 所以我們錄出來的聲音是最完美的 暫時來說最完美 以及錄得最廣闊的錄音機 所以大家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機的忠實呈現 好 我們又試試聽聽FM台 我們不是認識它 我差點按錯了 好 我們扭去FM啦 我們其實已經調好了一些的台 我找回我們一起聽聽 就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 其實我現在坐這個位置比較近窗口 但聽下去呢 都不是那麼多干擾 所以大家聽不到真實它的干擾是多少 少少干擾 我們聽到 因為我們始終在我們這間房間 我們不知道這裡還有什麼 是會干擾到我們的收音設備 這樣 所以你會隱約聽到少少 你會隱約聽到少少的 一些沙沙聲 這樣會聽到 所以FM是不會收得好過DAB的 因為FM是很容易 給我們外圍的因素 影響到它的接收質素 而DAB就沒有這樣的事了 剛才你可以聽到是一個CD的質素 現在呢都是CD的質素 不過可能呢 就有一些的沙石和瑕疵了 我們很明顯聽到有少少的 嘖嘖嘖嘖的干擾聲 但是依然的聲音是很漂亮 很清脆 還有是很實正的 那也都 有少少低頻 猜不到 OK的 好啦這個240元 又或者用1元買到的收音機呢 就幫大家試完了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買不買它 那相信呢也是全場的焦點 那如果大家到時 試機不會試的 可以找現場的工作人員呢 幫大家去試啦 還有去給一些購買的指引給你 那也都有一些相關的周邊產品呢 就是有不同的生產商都會去出售的 例如 有一個的Dongle 我們叫Dongle 那這個Dongle 可以給大家一插進去這個iOS的 device 就可以聽到這個DAP的心機 配合一個相應的apps 可以聽到FM 還有這個internet的廣播 相當之方便 亦都可以同步地玩Facebook 聽MP3等等等等 非常之方便的一個Dongle 值得推介給大家 就在Ocean Digital Shop的Booth旁邊 那另外其實有一些的廠商 他們都大搞出頭啦 給一些優惠 大家可以盡情地選購這個 這個數碼聲音廣播收音機 讓大家盡早可以有多一點的選擇 和一個聲音質素上面的選擇 包括這個Ocean Digital Shop 就每天在限定時段 推出一個幸運號碼 如果你有相應的幸運號碼 就有不同的折扣可以買到這個數碼聲音廣播的心機 另外就是會有這個100元的Coupon 在現場可以拿到 那就可以減100元 就可以買到這個收音機了 用這個優惠價去買到收音機了 那除了這個香港數碼廣播之外 其實就還有不同的電台都會推出這個數碼聲音廣播 包括有這個新城廣播 Metro Broadcast 那這個新城廣播 大家最記憶的台一定是這個新城財經台 那因為它也有一個主打的多媒體的頻道 就在網上那裡廣播 和在澳門那裡廣播 而新城廣播會在今年的12月和明年都會分別推出三個台 那當然就主打 現在首先主打了他們的旗艦的財經台 就會在12月看播的 這個數碼財經台 那據他們的 即是我看回醫松裡面的報道 據他們的董事總經理馬健新女士 去說這個台又會更加配合這個圖像 和不同的資訊 去給大家多些財經上面的意見 和一些資料 讓大家的投資是可以是更加順利的 那說起圖片呢 其實原來也有一些的數碼電視的生產商 這個接收器的生產商 也都開始去支援這個DAB的廣播 那更加可以透過這個電視機的屏幕 是可以收聽到這個數碼聲音廣播之外 也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圖片和節目資訊 那相當之方便 如果大家覺得電視沒東西好看 就可以即時扭去聽收音機了 非常之方便 說到新城數碼廣播有些甚麼台 除了剛才說的新城數碼財經台是11台之外 還有12台在2012年啟播的新城數碼音樂台 顧名思義當然是音樂為主 還有2012年都會啟播的就是13台新城數碼資訊台 是一個生活品味、教育、健康、親子和社會為題材的電台 希望大家留意了 而且他們說會希望可以做到的節目質素很高 希望吸引到更多的聽眾去收聽 還有有一班舊的班底 一班大家都很喜歡的主持去做節目 去令到更加多的觀眾去聽眾去收聽他們的節目 希望大家期待新城廣播 他們也有很多抽獎的活動 大家即場試聽完之後 就可以得到一個抽獎的機會 可以得到一個名貴的耳機 那個耳機很漂亮的 我也想要 但我抽獎的時候真的不要運了 我是抽不到獎的 多謝捧場 另外他們其實還有一些獎品 例如他們的音樂會 其實新城搞了很多的音樂會 都很值得大家去聽的 也都令到很多不同的歌手有合作 相當之特別的一個電台 大家都可以有機會得到這些獎品 另外就是 他們在現場搞了一個叫做 新城數碼廣播演播廳 每天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直播節目 去給大家感受一下數碼聲音廣播的威力 另外其實他們現在在網上也都提供了一條頻道 是給大家可以預先收聽 而其實數碼聲音廣播的質素可以去到哪裡 另外他們都將他們的網上廣播 以及Apps的廣播已經提升到高清的質素 大家可以試聽一下他們的數碼聲音廣播 是如何這麼漂亮 好 不是最後的 最後要介紹一個公營廣播機構 就是香港電台 大家都很熟悉 他們在數碼聲音廣播方面 暫時不會開新台 但是就會把一些AM的頻道 就會轉為這個數碼聲音廣播頻道 提供給大家去收聽 大家都知道 AM有一個 其實是真的有一個缺點的 真的傳送比較弱些 接收也都比較弱些 另外就在高處 例如我家住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錄音室的地方 都是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是收不到AM的 所以來說也都不是各個地區收到AM的 很多時候要靠這個FM去補足這些AM的廣播 也是比較浪費資源的一個做法 以及浪費頻寬的一個做法 所以香港電台趁著這個機遇 就將一系列的AM頻道 延伸到數碼聲音廣播 這裡去廣播出來 讓以前聽不到AM的朋友 在網上聽的朋友 都可以改用這個收音機去收聽這些節目 他們的台號分別是31號台就會播放普通話台 新加一個頻道32台會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33台就會播放香港電台第三台 Radio 3 是一個英文的廣播電台 而34台就會廣播香港電台第六台 是BBC World Service 這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個台 35台就是第5台 廣播一些長者、家居和兒童節目的一個電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第5台 一向都很多人投訴 那個立法會轉播 令到他們在中間那段時間聽不到原有的節目 他們說會考慮一下 可能會有一個分圖廣播的安排 那詳情是怎樣呢? 真的要等他們公佈才知道 希望大家期待香港電台的廣播 最後呢? 最後呢?要介紹的就是一個三個台 他們三條頻道呢?都是用普通話廣播的 鳳凰優越 U Radio 那他們呢?就是希望可以帶給來香港經商 或者來生活的中國人可以知道更加多香港的資訊 那也都可以讓香港人知道更加多內地的資訊 或者是學習普通話 以及認識一下內地的文化 東方文化 那這樣 那非常之特別的一個電台 不過我不知道他們現在這個優越廣播 和現在在深圳已經有一個電台是否有關係 那有些人就說他們有關係 那我不知道 因為他之前叫南越之星 現在就改名做優越廣播 汽車優越廣播這樣的一個頻道 那聽些人說是很Energetic 很愛國電台的感覺 但是播一些中國的內容 可以說是中西文化合璧 其實剛才呢 香港電台這樣的廣播安排 我覺得也是一個中西地方合璧 的一個電台的安排 那很少可以兩個的國家電台 公營廣播機構 你可以在同一個電台聽到 所以 港台 多謝你給這個機會給香港人 香港的聽眾 那鳳凰優越U Radio 就有三個台 分別是22、26和28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相信 21、22、23 根據E-Zone的資料 22台就是鳳凰優越U Radio 資訊台 就在2011年11月啟播 是用一個普通話的廣播 就講國內外的時政民生的頻道 和這個經濟財經資訊的頻道 26台就是鳳凰優越港台 這個粵港台就會講關於粵港兩地的生活 資訊和文化 就用粵語和普通話廣播 另外還有28台鳳凰優越U Radio文化台 就是以東方文化、教育、普通話教學和音樂的節目為主 剛才說的26台就會2012年的6月開播 28台就會2013年的1月啟播 希望大家留意 也可以留意他們的攤位 非常之互動 有一個互動屏幕 去展示給大家看 將來電台的模樣 另外有一些互動遊戲 與眾同樂 他們希望透過這些互動遊戲 帶出數碼聲音廣播 可以與聽眾有更加多的互動 更加多的接觸 他們也有一個未來主播大賽 歡迎各界人士去參與 只需要到時他們會給你一篇稿 來讀 讀完當時時的評判 覺得過程就會過程 去另一個階段 做一個才藝表演 一個30秒至1分鐘的表演 如果通過了 就有機會進到22號 1點到3點 在現場舉行的決賽 小弟呢 是進到這個賽事的決賽的 YA 拍手啊拍手 我們很多拍手聲 多謝多謝多謝大家的賞面 好害怕的 其實那時候參與這個賽事 因為小弟的普通話雖然都不錯 但是第一次拿著這個稿 去用普通話去讀稿 那一刻心情很緊張 而且真的沒有準備之下 去準備一個才藝 結果就準備了唱歌 唱了一首普通話一個 那當然是過關了 是不是 我的聲線這麼漂亮 自己稱讚自己 小弟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希望大家給多一點意見 還有如果真的大家有時間的話 你有興趣看看Sunny有沒有機會出線到 去成為鳳凰優月Uradio的一份子呢 歡迎大家在22號下個星期一 下午1點到3點去到鳳凰優月Uradio的攤位 去看這個決賽 看看Sunny能不能夠入到前三名 因為前三名可以進去做主持的機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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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我們的節目 記住我們的電腦通訊節到22號 下午6點 明天21號到8點 大家盡情掃貨 盡情買一部3機 享受這個數碼聲音廣播的好處 以及更加多的選擇 多謝大家收聽 今集的AIRSPECIAL 有緣再見 BYE BYE